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修理一套淋雨花伞 它是贴在墙上的,然后它这边有带按摩的 这个用了有三,应该有四五年吧 五年,差不多五年时间 现在是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漏水 其实在两年前就被我拆过 被我拆过,但是装缓了 装缓了,现在有这么大的缝 维持了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它不漏 这几天一直在这里漏水 怎么刮,它都刮不稳,然后慢慢的漏 所以我想把它拆出来,然后去找配件来更换 其实这东西不太好 其实没有用到,这些按摩的东西其实很少用到 而且这些东西也不太好 那时候被坑了,人家说这个有多好 看一下后面的 看一下后面的这个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生锈了,它没有用到个不锈干的 后面很简单,就是几条管道 我用那个酒阀把这两条,一个热水 这是冷水,这是热水 用酒阀给它关闭 然后就可以,它就不会出水 家里的水还是能用 然后我把这个搬到工厂那边去修理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拆出来的那个东西什么样子 然后再我们去往上面购买 好,我现在把这个拆出来了 首先把它这个顶碰先拆出来 拆出来比较好弄 然后呢就是需要把这个管道 一个个的拆,这都是生锈了 拆出来,但是我发现这里拔不出来 比较紧,比较紧那怎么办 它这个用罗帽拧了,拧了拧双了就可以拔出来的 都是用罗帽,6个9的都是用罗帽 然后我想用那个开水烫一下 看一下,因为这样拔 这样拔它这个头比较大 它这里有个头比较大 然后这样用力拔不出来 我试试用那个开水 可能是天气比较冷 好 这可以出来了 对吧,它这个有个头比较大 所以这个方法,大家以后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 用开水烫一下 基本就能拔得出来 这四个也是同样的方法 在这里用开水闹一闹 因为热胀冷缩嘛 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再把它弄出来就行了 然后就弄出来之后就买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又拆这个罗帽 好,因为我们这两个是那个一个控制 一个风水的 一个模式的开关 那个开关 这个现在没什么问题 就是拆这个 这个它上面有个孔 就这个 下面有个孔 那个找那个螺丝刀 往里面那个它有个螺丝的 这里看不到 看到吗 有个螺丝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螺丝 然后呢 把它拧出来之后就拔出来 啊 想办法把这一套给它拆掉 好,这个螺丝拿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这个阀性其实可以换的 如果能拆得出来买得到一样的还可以换得到 然后这里还有个小开关啊 我们就拆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老是拆不到啊 就是找不到这个拆的地方 它这是一个盖子 正常都是盖上去 然后用螺丝拧紧的 然后我刚才来下这个 这地方应该是可以拧出来的 你们注意啊 如果是找不到那个圆孔的话啊 那肯定是在这里啊 我们试一下 对不对 用螺丝 那个牵脚可以拧一下啊 拧一下的话 它这个拧得出来之后呢 就是里面它是有螺丝的 当有螺丝再把这个螺丝拧松 拧松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这个开关这个这个拔出来 对 然后方法跟上一个一样 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啊 这有个六角螺帽 这个需要给它拧出来 好拆出来了 可惜太久了 这东西他妈的太差了 可惜这个太差了 然后我这里断掉了 这质量不好的就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拿出来 等一下就这整个给它往下推推下去啊 这是装饰盖也可以拿出来的 给它用那个螺丝刀给它撬出来 然后再拆什么 这个 这里是一个也是一个六九螺帽啊 这个也要拆掉 给大家用那个什么东西来撬一下 打一下 它把它打松了之后 就整个把这整个拿出来 可能要换的话 可能也是整个换啊 哇 很不幸很不幸啊 我刚刚用什么秋打呢 我用那个这个秋打 打了之后把这个螺帽打去了 那现在真的就是没办法了 那我可能这个整个 如果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就固定不了 固定不了 那就换不了了 用不了 只能整套不要了啊 但是我还想猜给你们 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一些什么结构啊 刚刚发现啊 它这个是拧出来的拧松 可以拧出来的 但是为什么刚刚用力拧不动呢 我们我刚刚有试了一下啊 因为是下面这个螺帽啊 刚刚打坏的这个螺帽啊 就这个螺帽啊 它塞的太紧了 它关的太紧了 太紧的话 我怎么去弄啊 怎么去拧都拧不松啊 很难拧出 除非有什么大的工具 去夹着它 然后用力去拧 现在是能拧得出来啊 这样很松了 好 它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些东西都是质量挺差的 很容易坏 所以你们买东西 一定要买好一点 不要贪图便宜啊 好嘞 这已经就拿出来了 哦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我决定就是看看有这个东西啊 市面上有没有这东西可以买得到 可以换得到啊 有的话就拿来换 刚刚刚刚那两个螺帽坏了 可能如果他有配套那就 那就换 如果没得配套那就算了 然后如果是有这个产品的话 那需要怎么买呢 不是说这样子的 不是说只买这个啊 它是整套的啊 因为它这个两个 这个两个眼啊 孔眼就刚好对准对准这孔眼 然后它是用利用这个压注的 利用这个去压 把这个压注啊 所以呢我们买 可能还得去把这个东西一起买回来啊 这个也是啊 这个又又又翻上去啊 这个也是 它应该就是整套配套的 所以呢这里是就大家啊 买东西一定要注意配套 不是说我只买这个东西来了就好啊 但是要注意孔眼啊 这个孔眼是多大 这个直径这个长度有多大 高度啊 这些都要去对比 不能随便就乱买买了 可能有一些相差一厘米两厘米都是用不了的 嗯 嗯 嗯